经常有收到粉丝的留言 让我讲讲船尾螺旋桨的那根轴是怎么密封的 我想这还不简单吗 用黄油啊 对了 这个黄油可不是咱们吃的黄油 是那种经常能够在修车厂里面见到的 膏状的起到润滑作用的黄油了 我小时候做船磨的时候就是用它来密封的 所以大船磨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真这么简单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我仔细研究之后呢 发现就连想要讲的尽量简单都难啊 所以我尽力也欢迎大家来帮我补充和纠正啊 虽然成年人的船尾上不抹什么黄油 但其实无外乎也只是把黄油密封的方式 搞得更精细更复杂更有效了而已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使用某种东西夹在旋转的尾轴和固定的开孔之间 来把水堵在外面 所以根据夹在其中的东西的材质不同 位置不同 作用不同呢 大体上船尾密封就被分成了三种方式 填料密封 皮碗密封 端面密封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讲讲 咱们先看另外一样东西啊 汽车的发动机 哎它跟船尾轴的密封很像啊 也是既要让一根轴在圆桶中自由的运动 又要让轴的两边完全的密封 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 你看如果把中间的这根轴做的太粗 在这就是活塞太粗的话 直接就把它与气缸之间的缝隙全都填满了 气自然是不会漏了 但巨大的摩擦力也会让它无法动弹啊 而反过来 为了减少摩擦力 把活塞的直径做小 让它跟气缸之间的缝隙变大 运动是没什么问题了 但气缸里面的高压燃气 不也就全从这里泄出去了吗 左右为难啊 怎么办呢 活塞环就来了 它被卡进比它略大一点的活塞环槽当中 并具有一定的弹性 当高压燃气顶过来 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到两边 压到气缸壁上面去 于是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既把气堵在了里面 又由于其接触面积非常的小呢 所以摩擦力也是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活塞就能够在气缸当中边动边堵了 完美解决了问题 所以从活塞环的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学到了啊 紧密贴合的摩擦面是可以起到密封作用的 只要是这个摩擦面还够小 够滑够硬的话 对运动也是没啥影响的 于是船尾密封的第一种方式 填料密封 几乎就是直接把活塞环 从汽车上给扒了下来 装在船上了而已 在支撑尾轴和其轴承穿过的尾轴管里面 开有一些凹槽 凹槽内塞入比尾轴管内壁直径略小一点点的特殊填料 使其能够压紧位于中间的尾轴 形成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这样的话 当尾轴旋转起来之后 它们就能够像活塞环一样起到密封的作用了 填料的材质也是多种各样的 但一般使用的都是油镜石棉绳 有很多不同的规格 可能是配合不同的船只 或者是不同的使用环境吧 总之它们应该是非常耐磨 但又不至于像尾轴那么耐磨 所以磨损的永远是它 只要定期更换一下就好了 尽最大可能去保护那根胶贵的尾轴 不过藏在河边轴哪有不识角的 只要是有摩擦就会产生损耗 随地还能实穿呢 绵身怎么就不可能把钢轴磨出一个槽呢 所以填料密封的方式 已经基本上不会用在如今的大型传播上了 你看这个能够穿人的大洞 就是用来穿轴的 所以你觉得要是把这么粗的一根轴 给磨损了去换掉值当吗 不迟嘛 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 皮碗密封 又叫做唇口密封 关键是加入了这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样的截面为英文字母 界形的皮碗 另一个是套在尾轴上的高硬度秤套 还有一个是灌在尾轴管里面的 复杂油压系统了 我尽量把它简化后讲给大家听 类比前面的甜料密封 现在压进尾轴形成密封面的东西 从之前的油镜石棉绳换成了现在的戒型皮碗了 所以它们跟尾轴之间的接触边际得以进一步的减小 摩擦力大降各种损耗也随之降低了 同时为了防止它依然会对所接触的物体带来磨损 那咱们干脆就给尾轴穿上一件专门用来磨损的马甲嘛 它套在尾轴外面 跟夺旋奖和扣颈环紧固在一起 当使用了一段时间被皮碗刮出凹槽之后 只需要把它拆下来换掉就可以了 既不用费太大功夫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相当于就是气局爆晒了 最后一个妙的地方是 你看街形的皮碗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就可以用它搭配上液压系统 来控制润滑和冷却液体的流向了 当借的勾勾朝左的时候 左边的液体是很难流入右边的 但右边的液体却可以流入左边 而反过来当借的勾勾朝右的时候 右边的液体很难流入左边 但左边的液体却可以较为轻松的流入右边 根据这个思路在伪轴管的密封系统里面 通常就用到了6个皮碗 它们的布置如图上所示 1 2 3和3S放置在靠近螺旋桨的尾端 4和5放置在靠近发动机舱的前端 1 2 4 5勾勾朝左 3和3S勾勾朝右 两套油压系统会在2 3 3S 4 5之间 不断泵油循环起到润滑散热和密封的作用 1的外面和1与2之间就是充满的海水了 同样它也可以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 所以整体上看 这6个皮碗实际上被分成了3组 对应着3种不同的液体压力 1和2一组直面海水 对应着居中高度的海水压力 2和3一组中间夹着润滑油 它的压力可以通过其设置的重力油箱的位置看出来 是低于海水压力的 所以就能够让它以较为缓慢的速度 通过往左沟的2号皮碗 朝左边的海水当中渗出去 既起到了润滑作用 又起到了把海水挡在外面的作用 3 3S 4和5之间 则充满了压力高于外界水压的润滑油 它可以对中间的轴承起到充分的润滑和降温作用 同时当海水突破2号皮碗 甚至是3号皮碗之后 也能够用起更大的液压 把海水压在外面避免进水 这个差不多就是皮碗密封的基本工作原理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呢 要是听懂了就扣个1 不太懂就扣2 完全懵圈的就扣个问号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以上两种 你看其实都跟活载环差不多是一样工作的 就是把尾轴固在中间 像是上了紧箍咒一样 所以既然有第三种 那我们就要帮尾轴松松绑了 端面密封封的就不是尾轴的表面了 而是尾轴上装着的摩擦盘了 摩擦盘有两个 一个叫做静摩擦盘 装在固定不动的尾轴管上 只能在弹簧的作用下沿着轴向前后移动 但是不能够转动 另一个叫做动摩擦盘 它与尾轴是连在一起的 只能跟着它转动 但不能前后移动 实际的封装图太过复杂了 我就直接将其简化成了这样 弹簧会一直推着静摩擦盘压在动摩擦盘上 在这里形成一个密封面 后面的部分就全是水了 与此同时还会再蹦入高压水 用来进一步的降温润滑 以及把砖空子进来的海水给压出去 就这么简单 它的好处是异于维护 如果摩擦盘不是已经被磨得太薄了的话 都可以在弹簧的作用下一直压进在一起的 有点像是我们汽车的叠杀系统 如果真的是磨得太薄了的话 那么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吗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 似乎用到这个密封方式的船只都不是太大 在那些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上 一般用到的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种皮碗密封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可以召唤你认为最专业的人 来帮我确认这个答案 今天的内容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术关佐 同时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 这个画面不一般 一架钥匙战斗机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 缓缓使进港口 它是报废的还是走私的 实际上都不是 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 为此英国人还急不情愿的掏出了57万英镑 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把飞机给数了回去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 钥匙 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 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 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 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 成为比试华性格还要耀眼的明星 那个挂子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 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 但其实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 在1982年爆发的鹰阿马岛之战中 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28架钥匙 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 包括法制幻影战内的个型战斗机21架 自己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21 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记录 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 那必须是得航母 但轮到了钥匙 为它提供驻足之地的 除了无敌禁忌生航母以外 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 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 它们就成为了数十架钥匙的临时海上之家了 是的 钥匙就是这么强 实现起降自由 只需要一块15x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 虽然短板也很明显 我们来数数 只能亚音速激动 少到可怜的续航 过时的雷达和导航 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注定今天的故事 败的也是它 成的也是它了 1983年的6月7日 两架钥匙 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 一跃而起 它们本次要执行的是 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 任务目标是这样的 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 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 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 名叫伊恩沃森 非常年轻 所以经验有限 此前只飞过13次的钥匙 加起来总的时间也不超过75个小时 而像这样的演习 这一次都还没有 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 大不了让老人呆呆就好了 所以另一架飞机上 就是一位自身的飞行员了 这样的搭配 这样的任务 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我儿死的 能出什么差子呢 好了 升空之后 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 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 回到碰头点就好了 然而啊 当演习结束 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 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 他想 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 已经返航了呢 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 那就打开无线电 跟他联系一下呗 结果却发现 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 好家伙 原来咱这无线电 寂寞不是模拟出来的呀 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 海军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让你用无线电嘛 他就是个坏的 没办法 只能打开雷达咯 直接返回航母吧 可是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 钥匙的机箱缺点吗 过失的雷达系统 在这儿呢 就是它的探测范围 已经够不到航母了 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 只有瓶颈的扫描线 既看不到航母 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 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 但沃森还没有慌 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 惯性导航一 至少呢 他还有可能把沃森 带回到原来的位置 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 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 也是很不靠谱 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 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 光辉号 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 该多好 情况发展到这儿呢 就很不乐观 也很讽刺了 你看啊 本来是出来寻找 假走丢的航母的 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 关键是 航母即便丢了 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 可要是飞机丢了 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 沃森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了 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 沃森意识到 他飞机上的邮箱已经快要见底了 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 他最多只剩下了12分钟的思考时间 于是他就想 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最海前 顺利弹射逃生 也绝不可能在这发出求救信号 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 唯一的生存机会呢 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 他的直觉告诉他 应该往东飞 那边兴许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的航道 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 这个决定救了他 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便要坠海之前 他的雷达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艘船呢 这是一艘正在前往圣克鲁斯的 西班牙小型集装箱货船阿尔莱格号 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 就很清晰了 他要飞进这艘货船 让船员们注意到他 然后再弹射契机 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 虽然抛弃一架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 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但似乎这已经是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 沃森管不了太多了 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阿尔莱格头顶时呢 看到的情形啊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说不定他是可以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 因为他看到啊 摘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 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 跟自己平常训练时差不多大小的平台 既然最坏的打算都已经做过了 还有啥好怕的呢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像平常那样把它给降上去 沃森真的这么做了 而且似乎做的还很好啊 要不是船长再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是 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 否则这架钥匙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 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 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 沃森居然连人待机都安全降落了 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 当然阿尔格莱号的船长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 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不便 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 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 那就耐心的再等上四天吧 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 其实啊 这位船长也是挺好狠的啊 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 并且在到了码头呢 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 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 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 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 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 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 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 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 其实是皆大欢喜的 哎 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 虽然救下了飞机 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废丢的吗 惩罚是在所难免的 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 调到办公室做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 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 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 外加900小时的F18之后呢 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均率生涯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